这个女孩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被拴在了集装箱上 身上的衣服也被脱光 一旁的闺蜜醒来 也是一脸的不知所措呀 他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原来昨天丽莎跟闺蜜刚放暑假 他们打算去下崖山体验生活 身为佛波勒探员的叔叔 把他们送到了公交站 临走前还嘱咐丽莎 到地方来一定要有暗号保平安啊 由于时间还早 两个人便来到了一家咖啡店 这时一对兄弟过来搭讪 弟弟说他们正好要去下崖山 可以捎两个人一路 闺蜜打消了所有的顾虑 于是两个人搭上了他们的皮卡 起初几个人还有说有笑 但没过多久 两个人就越发觉得不对劲啊 因为他们已经错过了去下崖山的路口 闺蜜有点害怕 连忙问这是去哪啊 但小强却说 等会你就知道了 车子最终停在了一处小院 原来这里是兄弟俩的家 他们想让姐妹俩在这休息一会儿 再去下崖山 这时屋子里走出一个老太太 她热情地邀请姐妹俩进屋坐坐 看着老太太一脸和蔼 两个人盛情难却 跟着老太太来到屋内 老太太用了两个秘质老爸小汉堡 招待了两个人 两个人一尝 那叫一个香啊 可是突然 微蜜开始感觉眼前变得模糊 他拉起丽莎就往外跑 可没跑多远 便倒地不起 最终还是被兄弟俩扛了回去 等两个人再次醒来 发现他们身处一片荒郊野外 两个人崩溃的大喊大叫 但这时小强走来 他对俩人说 使劲喊啊 这方圆石里都不会有人出没啊 原来他们是一伙人肉贩子 他们要让丽莎两个人 成为他们赚钱的工具 两个女生吃了陌生人 给的秘制小汉堡 结果两眼一黑 等再次醒来 竟然沦为了人肉贩子的赚钱工具 胡子男用丽莎的手机 给叔叔报了平安 但他并不知道 丽莎跟叔叔之间有约定的暗号 这不 一个警察很快就赶了过来 两个女孩以为自己得救了 赶紧躲在警察的身后 但万万没想到 警察却突然猥琐一笑 原来他也是来消遣的 他还吃掉了早已经备好的阿伟 两个女孩又被关了回去 几分钟后 警察提着裤子走出了集中箱 只留下了一脸无助的丽莎 闺蜜急忙跑过去安慰他 但没过多久 又来了一个卷毛 这次他挑装了闺蜜 谁知卷毛是个暴力狂 对着闺蜜进行了一番惨无人道的虐待 门外的丽莎听到这般惨叫声 只能痛心地捂住了耳朵 没过多久 一个戴着猪头面具的男人出现 他不断地发出恐怖的叫声 吓得姐妹俩惊声尖叫 最终猪头男还是选择了闺蜜 等猪头男走后 丽莎发现蹲在地上哭泣的闺蜜 他不断安慰闺蜜 发誓一定要带他逃离这里 另一边叔叔看到了丽莎的短信 但他发现暗号不对啊 出于弗波勒的直觉和对丽莎的担心 叔叔来到了下亚山派出所报案 没想到接待他的 竟然是吃掉阿伟的那个警察 叔叔的到来可算是打草惊蛇 于是几个人商量了一下 打算把两个女孩杀了买掉 而这一消息碰巧被丽莎听到 于是趁着卷毛独自来潇洒的时候 丽莎变得格外主动 他慢慢地接近卷毛 趁机咬到了她的脖子 然后解开手铐 这时警察来到小树林 看到了卷毛的尸体 等她一转头 发现车子也被偷了 两个女人终于逃离了这里 但在路上 他们看到了两个单纯的妹子 为了不让其他女孩再受伤害 他们决定亲手 惩戒这群人渣 看看这两个女人是如何复仇的 他们先是来到五金店 什么斧子锤子汽油桶 麻绳铁链除草机 该拿的一样不辣 随后找到老板 问出了胡子男回到家 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啊 他刚转过头 就被丽莎以棒球倒脸上了 原来他们把冰子插入棒球上 两个人又扔了几个 胡子男当场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绑在了桌子上 他们威胁胡子男 说出其他人渣的住址 胡子男以为自己说完了 他们就会放过自己 可是没想到 姐妹俩还是将枪口对准了他 两个人随后来到教堂 原来戴猪头面罩的男人 正是这里的神父 闺蜜从这门吸引神父的注意 丽莎则一棒子闷倒了他 两个人开车将神父拖了一路 最后撒上汽油 一把大火 送神父去见到好大哥家了 另一边 丽莎的叔叔来到警局 他给丽莎打去电话 可没想到 电话铃声却从警察的口袋里传出 警察摊牌了 他把男人绑了起来 准备潇洒完就把他杀掉 就在这时 姐妹俩赶到 他们从背后闷晕了胖子 等胖子醒过来 他被牢牢的绑在椅子上 丽莎拿出了一枚子弹 打算跟胖子玩一个俄罗斯转盘 几轮下来 胖子终于体会到什么叫生不如死 他开始向两人求饶 接下来就是醉魁祸首 迷晕他们的老太太 老太太喝了一杯葡萄酒后 两眼一黑 躺在了板板上 姐妹俩将老太太绑到地下室 当他转过身 整个人都愣住了 对面绑着的正是他的小儿子 老太太开始苦苦求饶 但姐妹俩可不会心慈手软 一想到当初这家人 如何对待自己 姐妹俩就恨得牙齿痒痒 一翻鞭打后 老太太彻底陷入了绝望 但更绝望的还在后面 老太太被推到另一侧 这边绑着的是大儿子 丽莎让老大亲手杀死老太太 但老大根本下不去手 那么老大只能去找老二了 闺蜜擦掉指纹 把枪放到老大的手里 制造出内讧自杀的假象 老太太很快从失去儿子的痛苦中走了出来 她想用money买命 可是上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已经死了 只见丽莎拿起除草机 送老太太跟一家团聚去了 看的结局十分解气 所以说女孩子在外面 还是要提高安全意识 男孩子一样啊